本集完实体五间总结 港股圣诞假后高开13点 开报22,151点 大大市随积在石油股拖累下 股额增加 跌幅最大扩大到100点 恒至中午收报22,047点 跌90点 险首在22,000关口 中电讯母公司董事长常小兵 涉嫌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 股價跌了1.1% 其他中資電信股亦偏遠 聯通跌0.1% 中移動跌0.6% 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日通過 修權國務院在實施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裏 調整適用法律 下年3月起便會實施 券商股個別發展 中信證券升0.7% 海通證券升0.3% 銀河證券、華泰證券、廣發證券 就跌超過1% 医鞋偵測將在下年正式實施 医鞋概念股向好 中國兒童護理升1.7% 好孩子升近2% 恆安升0.3% 而部分的漁業股亦做好 合新元、阿斯利國際升超過3% 蒙牛漁業升0.3% 焦點股方面 高雲地產在聖誕節假期前夕 24日急升近54% 今日一度回吐超過一成 中午收報11.44% 跌幅收窄到4.5% 而上海政大控股股東 Smart Success Capital 和獨立第三方簽訂備忘錄 計劃出售公司股權 股價復排後升2.2% 中國金石控股股東 完成出售超過48%股權 股價曾經升超過9% 中午升幅就收窄到1.2% 成價匯有股份方面 錦州銀行宣布超額配股權已經行駛 全球發售的穩定價格 將於今個月27日起結束 錦州銀行今日大成交之下 先升後跌超過4% 佈5.37% 而重搬籃籌騰訊就會升0.4% 收視之後有3分鐘視頻再見